十万字 那正本书你干脆别出了 不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打你电话又不接 我就问了小白 小白说你在这儿 申十万字的事就别想了 就给了这么点 羞辱人的保底应数 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 真是做梦 你先别生气嘛 身为编辑我只是给你建议 具体要删哪儿怎么删 还是您自己做主 还不错啊 谢谢老师夸奖 这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是不是多得有点 太触目惊心了 这儿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茶 厉头之背 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包含我清秀的大红茶 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 让您很生气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两次 我觉得怎么着 至少删掉一次吧 不懂创作规律 就不要乱说话 所有的安排 都学我的原因的 除了有大红茶 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 是怎么回事 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 我想起来了 我看这一张的时候 体力有些不支 太累了 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 没有 我没有睡着 如果我们不消解一些内容的话 这两本书就会做得太厚 太厚的话 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 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 这我倒是没想到啊 继续说 多出来十万字的话 一页纸正反两面都印五百字 那就会多出一百页 价格又调个十块钱左右 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 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 不愧是学金融的 钱上面算得挺快 我一定会